首先呢还是回顾我们上次课学的一些新东西 那么这个复习的话还是必要的 我认为是吧 就是学习的话要经常的复习 有一个叫什么 学而实习之不以悦乎是吧 其实这是老总的告诉我们的 这个很好的学习的一个技巧 这是大部分人没有去旅行这个东西 这是很有用的 就是学习的话要多复习是吧 不复习的话 你前面的话很理解的很深的 如果长时间不复习就忘了 是吧 其实复习的话是加深你记忆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程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上次课学的什么东西 上次课的话就是从这个 从这个元素的尺寸开始 元素的如何获取元素的这个尺寸 是吧 那么元素的尺寸呢 那么其实主要是我们要用的最多的 就是这个outterwise和outterheight是吧 这个属性的话是这个什么方法是获取元素的真实的尺寸吧 获取元素真实的尺寸 元素真实的尺寸是什么呢 宽度和高度 这是什么呢 指着元素的内容的尺寸是吧 加上padding和加上border才是元素真实的尺寸啊 所以说我们获取元素真实的尺寸啊 这个outterwise和outterheight是比较常用的啊 其他的两个可能就其他几个好像不怎么常用啊 不怎么用啊 接着我们又学了一个什么很厉害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outside这个方法是吧 这个方法还有什么作用呢 它可以获取元素相对于页面的绝对位置 是吧 这个就很有作用了啊 而且这个绝对位置的话怎么呢 它不管你元素是怎么 它不管你元素是怎么布局的 不管你是浮动布局的还是定位布局的是吧 还是通过什么转换元素布局的啊 转换什么行那块布局的 反正就是说我可以通过这个什么来 属性获取你相对于页面左上角的位置 是吧 我们在outside的就是可以获取这个元素的left值和top值吧 是吧 那么的话我们通过这两个呢 通过这个尺寸和这个呢 就做了一个例子是吧 做了一个加入购物车的例子 加入购物车的那个动画的话 实际上就是我们一个加入购物车的一个按钮 还有一个是购物车的一个显示的一个按钮 是吧 那么我们点击加入购物车的话 从加入购物车就有一个小圆圈 飞到那个什么购物车那个地方去 是吧 实际上我们是做了这两个元素之间的一个位置的 是吧 移动位置的动画 是不是这样的 小圆圈先获取 小圆圈的话先获取这个点击按钮这个位置 然后再获取什么呢 我们那个购物车的那个按钮的位置 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在这两个位置之间做动画 是吧 位置之间做动画 那么的话就是要用到这个什么呢 这个函数来精确的获取它的什么 两个按钮之间左上角的位置吧 那么我们的那个小圆圈是从 这个按钮的终点飞到那个按钮的中心 是吧 从这个按钮的中心飞到另外一个按钮的中心 这个时候用到了什么呢 用到我们这个是吧 altowise 然后算出这个什么呢 宽和高 然后的话 这个或许是左上角了 左上角的在减去什么呢 左上角的再加上它们的宽和高的一半 是不是这样的 就是可以定位到中心点 是吧 好 通过这个原理来的话 来做这个什么呢 做这个动画 那么动画的过程中的话 就是小圆圈从一个按钮飞到另外一个按钮 是吧 之后那个购物车会加一吧 加一的话 那我们是用的什么动画的回调吧 animate有个回调 是吧 它动画完之后有个回调 通过回调的话 把那个什么来数字加一 是吧 大概这样一个原理做的 好 那么接着我们又讲到了其他的这个宽度和高度 是吧 比如说这个可视区的宽和高 是不这样的 然后是文档和宽和高 是吧 这个不一样 可视区的话是指的整体的这个可视区 是吧 文档的话是指的整个页面的宽和高 这样子的 好 然后我们说到这个页面滚动 页面滚动的话 一般是什么 页面是上下滚动或左右滚动 是吧 一般我们是做上下滚动吧 左右滚动 现在一般不做了 是吧 我们不习惯这个横向滚动条 一般习惯处向滚动条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scroll top来获取页面向上滚动的这个距离 是吧 好 结合这个的话 我们做了一个什么指顶菜单 是吧 指顶菜单的话 就是通过通过这个scroll四键 是吧 这个scroll四键 又说了这个scroll四键吗 这个scroll四键 触发的时候 动态的获取这个什么 来scroll top吧 然后这个scroll top到了一定值的时候 我们把那个菜单 把它设置为固定定位 是吧 如果是小于这个某个值的话 我们把它再设回去 是不是这样的 从我达到这个什么呢 菜单可以 在滚动一定距离的时候 可以悬停 是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scroll top 以及这个什么呢 scroll的这个 这个四键 然后这个滚动到顶部的话 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固定写法 我们用多了什么html body 是吧 然后animate 然后它的属性是scroll top 零 是吧 这样的话 就做到一个滚动到顶部了 那是一个固定的兼容性写法 好 关于这两个练习 接着我们说的是关于这个jcroll的什么 属性操作 属性操作的话 一个是什么呢 获取这个元素里面包裹的内容 是吧 这是获取元素里面包裹的内容 是这样的 这是给元素里面包裹的内容 设置内容 就是写进去 是不这样的 就是改变它里面包裹的内容 是吧 那么我们写进去的时候 可以什么呢 可以带标签的 是吧 也可以不带标签是吧 改变它里面的那个结构了 这个带标签的话 是吧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prop的话 是获取元素行间的属性 是不是这样的 什么叫行间的属性呢 就是说标签里面写的属性 是不是这样的 标签的里面写的属性 通过这个prop 是吧 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 获取吧 相当于是读取 就是你写属性 但是不写值 是吧 那就是读 读这个值 是吧 如果你既写属性 又写值的话 怎么样呢 是写入 是设置 是吧 设置这个值 是吧 这个写法 跟我们的字典写法 是一样的 是吧 一个属性和一个值 中间用冒号隔开 然后属性跟属性 直接用什么 逗号隔开吧 这样子 好 这是关于属性操作 好 接着我们讲到了 J.Corey的循环 是吧 J.Corey的话 它可以一次性 获取多个元素 那么的话 它也可以什么 同时给多个元素 设置一些东西吧 比如设置一个 4SS的样式 是吧 这个的话 设置是批量设置 是吧 但是如果说 我们想分别设置 这个批量的 里面的这个元素 怎么办呢 比如说一次性 获取什么 比如说一次性 获取这么多个Li 是吧 六个Li 我想分别设置 这六个Li 那么就用到什么呢 就用到 J.Corey里面的循环 是吧 比如说这里面 获取了六个Li J.Corey里面的循环 是什么呢 就是用一起吧 一起 一起玩的时候 一起里面有个什么 这个匿名函数 匿名函数的话 匿名函数里面的 这个Dollar list 就是指每次循环的Li 这个Li 比如说你循环 第一个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是指的第一个Li 是吧 这个语句的话 它怎么样呢 这个里面有多少个Li 这个语句就会 运行几次吧 这次循环 是吧 就这里面有六个Li 它就会运行六次 每次的话 是指的当前的那个Li 是吧 比如说循环的第一个Li 它是指的它 循环的第二个Li的话 它是指的它 是不是这样的 就是循环第一次的时候 指的是它 循环第二次的时候 指的它 是不是这样的 一次的多到地址 每次都在变 这是关于这个J.Corey里面的循环 循环完了之后 我们做了一个什么呢 手奉行的效果 是吧 手奉行效果的话 它是什么呢 手奉行效果 看一下吧 这个是十四天 十四天跑上去 十三 没有十四天了吗 好 那么这再说一下吧 直接说一下 就是说这个手奉行的效果 手奉行效果的话 实际上是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的原理 原理 原理把它打开一下 十三天看一下 这里有手奉行 是吧 这个 好 这个手奉行呢 实际上它是 就是需要是什么呢 需要知道它的算法是什么样的 是吧 需要知道它的算法是什么样的 我们通过统一的一个算法来做这个一个动画 它的算法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说我点击某一个Li 点击某个Li 不管点哪一个 是吧 比如说我点第四个 是吧 点第四个 那么它的算法是什么呢 点的这个元素怎么样 往左运动 是吧 然后点的这个元素 左边的全部往左运动 右边的全部往右运动 是吧 如果你这个元素在你的位置上 你就不动 如果你不在你的位置 就运动到你的位置 是不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原理 是吧 比如说我点第三个 是吧 点第三个的话 那么第三个是往左运动了 一二也是往左运动 是吧 但是一二三本身就在它的位置上面 所以说它就不动了 那么三后面的四和五怎么样 它要运动到它的位置吧 是吧 刚才四不在它的位置 运动它的位置上去 五的话怎么样 五的话就是在它位置上 它就不动了 是吧 点第五个也是一样的 第五个的话怎么样呢 前面一二三四 是吧 在它的位置上 第五个怎么样呢 往左运动吧 五后面没有元素了吧 是这样子 这就是这个算法 通过这个算法的话 就得出这个什么呢 得出它的这个算法的这个 得出什么呢 得出这个代码是吧 得出这个代码啊 得出这个什么呢 就是写的这个代码啊 这个代码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点击的这个元素怎么样 是往左运动 是吧 点击这个元素 永远是往左运动 往左运动 它往左运动 它运动到哪个位置呢 就是它的什么呢 它自己的 index乘以21的位置 是吧 好 然后它左边的元素 都往左运动吧 这是它左边的元素吧 它的preview all 这是它左边的元素吧 全部往左运动 是吧 往左运动 运动到这个什么呢 当前这个元素的 它的index乘以21是吧 好 然后下面这个是什么 它右边的位置吧 它右边的元素吧 它右边的元素运动到哪里呢 运动到它右边的 对应的位置是吧 右边对应的位置的话 是什么呢 要通过这个公式来做的 是吧 这个公式是推导出来的 是吧 比如说第五个是吧 是运动到最右边 是吧 第五个运动到最右边的话 第五个的收影值的话 就是什么呢 就是4吧 4 然后5减4等于1 是吧 5减4等于1 1乘以21的话 这得等于21是吧 它就运动到706的位置 是不是这样的 应该是最右边的位置 通过这个公式的话 就怎么样呢 就可以 就是把它设置到 它对应的位置上去 那么的话 我们还用到了什么 这个一起吧 一起 为什么要用一起呢 因为这是一个选择集吧 是吧 选择是多个元素 多个元素里面 每个元素运动的这个位置 还不一样 是吧 所以说要分别对待吧 不能一起什么 直接 多了历史 per view 然后admate 不行吧 如果这么设的话 是所有的都一起 运动到同一个位置 是吧 不能这样 所以要加一个一起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它里面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一起的用法 一起的用法 好 好 接着我们再来款下看 这是关于这个手风琴的这个效果 手风琴这个效果 好 那么后面我们也说到了什么呢 关于这个什么 就是这个J.Corey的事件 是吧 J.Corey事件的话 这个东西 我们之前一直在用的是 关于这个什么呢 点击的事件 一直在用这个是吧 因为这个事件的话 是用的比较多的是吧 用的比较多啊 好 那么接着我们也说到了 很多其他的事件啊 blur和focus的话 指的是一般是用在什么呢 这个input的输入框里面 是这样的啊 blur的话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失去焦点啊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我在一个输入框里面点一下 可以输入文字 然后我鼠标点到其他地方 这个输入框就失去焦点了 我直接敲文字的话 这个文字是进不去的是吧 这个叫失去焦点啊 失去焦点的时候 就是用blur啊 focus的话是指的什么呢 鼠标点的这个 input框上面 它获取的焦点 可以在里面输入文字 是吧 这是focus 那么我们一般的话 用这个focus的话 是不在上面绑定什么事件吧 不在上面绑定什么函数啊 直接写一个某一个元素focus 就可以怎么样 让它获得焦点是吧 比如说那个input框获得焦点 我写那个input框focus 那么就可以怎么样 直接进来的时候可以怎么样 在里面就输入文字了吧 不用我鼠标上面去点啊 好 接着我们说的是mouseover和mouseout 以及mouseenter和mouseleave吧 mouseover和mouseout是鼠标一入一出 是吧 那么它这个一入一出的话 如果说它里面没有子元素 这个没什么问题 是吧 如果有子元素的话 我鼠标进入子元素也会触发这个mouseover和mouseout是吧 这是它的问题啊 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用这个mouseenter和mouseleave 它的话是什么呢 也是一入一出 但是它进入子元素不会触发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的话这个mouseover和mouseout如果我们还是想用这个 但是的话也不让它触发 我们可以 那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用到今天的啊 今天马上学到的什么呢 就是关于这个事件冒泡的这个阻止方法啊 事件冒泡的阻止方法啊 好 以后我们再说啊 那么还有的话 这个mouseout和mouseleave的话 可以怎么样呢 通过这个hover合并是吧 hover的这个小货化里面 跟两个 跟两个匿名函数 那这个匿名函数 第一个匿名函数是指的它 是吧 它的这个绑定函数 第二个匿名函数可以写它绑定的函数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就合并成一个啊 Ready的话 是我们一直在用的 是吧 Ready的话 我们就是说页面的这个Ready 一直在用是 DollarDocument.Ready 是吧 我们把它合并成 Dollar什么 一个括号 就可以写了 是吧 然后Resize的话 是怎么呢 浏览器窗口大小变化的时候 是吧 那么我们怎么写的 就是DollarWindowResize的时候 是吧 然后要绑定的函数 就写在里面啊 Scroll的话 怎么呢 就是页面滚动的时候 就是这个滚动条 滚动的时候 会触发这个事件 是吧 那么是DollarWindowScroll 是吧 就在里面在写什么 绑定的函数啊 Submit的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个表单提交的时候 是吧 表单提交的时候啊 好 这个就是关于我们上次课学的一些东西啊 做了一个回顾啊 好 做了一个回顾 好 那么接着的话 那我们再说点新东西啊 做点新东西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